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是太困了 就让已经醒了的丈夫黄阳帮忙看着 她回去睡一下回笼觉 徐晨晨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就被大姑姐那个大喇叭给吵醒了 大姑姐大声地说 弟妹呢 太阳都晒屁股了 人怎么还没有起来 让你一个男人大清早起来看着孩子 呵呵 她可真会享受哟 黄阳说 姐 你说话小声一点 别把晨晨给吵醒了 两个孩子起来得早 她一大早起来陪他们玩了 实在是太困 这才回去睡个回笼觉 徐晨晨起身拿起放在床头柜的手机一看 才九点二十分 也就是说她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大姑姐就来了 以前 他们没买房子的时候 虽然跟大姑姐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但很少来往 大姑姐看不上他们 小两口也不想热脸贴冷屁股 可自从买了房子 大姑姐每个周末雷打不动带着孩子们来玩 而且每次都是空手来 一玩就是一整天 吃了晚饭不算 回去还得从冰箱里拿点东西 徐晨晨跟黄阳在工厂打工认识的 刚谈恋爱那会儿 黄阳带徐晨晨去过大姑姐家吃饭 那是一套一厅三房的房子 住着大姑姐一家和她的公公婆婆 照理说黄阳是她弟弟 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上门做客 大姑姐应该高兴才对 可她表现得很冷淡 从头到尾跟黄阳说话 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对徐晨晨更不用说了 连个正眼都没给 结婚后 徐晨晨才得知 大姑姐学历比黄阳高 她大专毕业后 在一家公司上班当百里 嫁了本地有房有车的姐夫 而且姐夫是独生子 她的父母都有退休金 这也是大姑姐引以为傲的地方 大姑姐狗眼看人低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 说话的语气要教学人的样子 徐晨晨也不喜欢她 不来往更好 徐晨晨婚后跟黄阳还是在工厂里面打工 他们在外面租房子住 一天一房 每个月六百块钱 虽然在工厂上班 加班加点很累 但工资高啊 他们两人的家庭一般 要想买房买车只能依靠自己 父母帮不了 所以就想趁着年轻奋斗一把 为了多赚钱 徐晨晨甚至推迟要孩子 几年后才生了第一胎 是个女孩 公共身体不好 婆婆既要照顾她又要干农活 无法抽身 徐晨晨就让妈妈来帮忙照顾孩子 她爸做工程的 弟弟上大学 家里压力没那么大 妈妈走得开 不过 黄阳说不能让丈母娘来白干活 至少给个辛苦费 丈母娘不图钱 但看女婿那么体贴也高兴 就说 每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可以了 虽然要了这钱 大多数还是花在外孙女身上 孩子出生第一年的春节 年初二 大姑姐脱家带口回娘家拜年 看到徐晨晨的女儿 她拍着手说 来大姑抱 大姑今天给你一个大红包 说着 从包包里掏出一个红包 塞在孩子的衣服里面 当时女儿才七个月 有些人生 大姑姐一抱她 她就扭着身子 贬着嘴巴要哭 大姑姐眼睛一横 把孩子塞还给徐晨晨 不高兴地说 这孩子不讨戏 抖她玩 她不笑 还贬着嘴巴 徐晨晨不说话 婆婆不高兴地说 孩子还小 她懂什么 人生不是正常吗 你大过年的 说这些话干什么 后来 徐晨晨拆开大姑姐给女儿的红包 一看里面只放着五十块钱 她原本以为大姑姐所谓的大红包 至少有一百人呢 大姑姐两个儿子 她各给五十元红包 算起来还亏了五十块钱 就算后来徐晨晨生了一个儿子 已经有一儿一女 大姑姐依旧不怎么跟她们来往 她们租的房子 大姑姐从来没有来过一趟 一直到今年四月份 她们搬进买的新房子 大姑姐才上门做客 徐晨晨跟黄阳买的这套房子挺大的 有两厅四房 当初她们已经打算好买大一点的房子 虽然房贷压力大一点 可房子宽敞一点 双方父母来的时候有地方住 大姑姐带着姐夫跟两个外甥上门 用挑剔的眼光看了一遍说 你们胆子也够大的 竟然敢买那么大的房子 不过这样也好 爸妈以后来养老有地方住 徐晨晨的妈妈拿了饼干糖果瓜子 出来叫大家吃 跟大姑姐说 怨怨她大姑 你吃点瓜子 来了别客气 想吃什么就拿 大姑姐抓了一把瓜子 笑着说 我不客气 这是我亲弟弟家 我当自己家一样 没买房子的时候 弟弟家都不愿意来 弟弟去他家做客 他也不乐意 住进新房子了 就说这是他亲弟弟家 当自己家一样 徐晨晨听了大姑姐这话 他也不气 确实 黄羊是大姑姐的亲弟弟 人家姐弟啊有着血缘 关系 这是割舍不掉的 但大姑姐当这里是自己家 夸大其词了 大姑姐问徐晨晨的妈妈 阿姨 您儿子结婚了吗 是不是没结婚啊 我看您这几年 一直在帮我弟带孩子 妈妈说 结了 儿媳妇已经怀孕 再过几个月 我就可以当奶奶了 大姑姐说 阿 那您还不回去帮照顾 儿媳妇 儿媳妇怀孕 你不照顾 只帮女儿带孩子以后 会被埋怨的 妈妈笑着说 会回去照顾的 儿子女儿 我都一样看重 能帮就帮 就是我儿媳妇 刚怀孕三个月 她说身体很好 还不需要我照顾 累的话 会叫我过去 徐晨晨听出来了 大姑姐说 这些话是故意的 这人真讨厌 真自私 在那之后 每到周末 大姑姐就带她两个儿子 来徐晨晨家玩 大周末的 他们九点多就到 一来就大声说话 一来就带上一整天 大姑子的大儿子九岁 小儿子六岁 两个都是特别调皮的 专门搞破坏 尤其是那个小的 根本坐不住 这里碰碰 那里啾啾 而且两孩子吃东西 特别能吃 都爱吃肉 有什么好吃的 就夹到自己碗里 也没有什么礼貌 喜欢拿筷子翻菜 夹到了 不喜欢就又放回去 他们这样的用餐礼仪 让徐晨晨感到惊讶 大姑姐那样高高在上的人 难道在家 不教自己的孩子这些吗 大姑姐说 趁着周末 大家都不上班 有时间我就带两个孩子来玩 让他们跟表妹表弟亲热亲热 孩子玩一起有伴 在一起长大 感情才深 她两个孩子是男孩 比徐晨晨的孩子大 徐晨晨女儿五岁 性格文静 小儿子两岁 跑都跑不稳 怎么跟那两个调皮的小子玩 大多数时候各玩各的 大姑姐来这里分明就是蹭吃蹭喝 外带有人帮她带孩子 她自己乐得轻松 她来这里 除了上厕所吃饭 就是捧着个手机躺在床上步起来 这几天 妈妈有事回家了 徐晨晨请假在家带孩子 一身的疲倦 所以 这天孩子醒来太早 她陪着玩 玩着玩着太困了 才忍不住睡个回笼觉 没想到被大姑姐说她会享受 听到大姑姐的声音 她不得不起来 再说 这个点也该去买菜做午饭吃了 大姑姐看到徐晨晨从房间里出来 抬起看手机的眼睛忘了一眼说 弟妹这才起床啊 我说刚才怎么没有看到你 徐晨晨说 是啊 刚起来 准备去买菜做午饭 大姑姐说 那你去买菜的时候买多一点鸡翅吧 上次才买十来个 几个孩子都不够分 还有 买点凉拌再回来吧 脸藕 豆皮 海带 这三样要多一点 其他的你自己看着买 徐晨晨应了一生就出门买菜 买了虾仁 鲈鱼 牛肉 鸡翅膀 猪肉 花甲 豆芽 鸡蛋 西红柿海流凉拌菜 太阳太大了 他提着那么多菜 回到家里已经出了一身的汗 听到大外甥在房间里哭 原来他要在电脑上玩游戏 黄羊不给 这孩子就闹起来了 大姑姐说 他想玩游戏就给他完备 你这是干什么呢 孩子哭了 你就高兴了 黄羊说 我这电脑都开不了机 怎么给他玩 上次他玩游戏把电脑给弄坏了 这段时间我都没有时间去叫人修 按黄羊的意思 根本不该给孩子玩那么多游戏 大外甥那样就是沉迷了 一玩就是玩一整天 不给酒闹就哭 一点不像九岁的孩子 这个问题 他跟大姐说过两次 可是人家不听 还嫌他多管闲事 好了 俗性不再说了 徐晨晨做好饭菜 喊开饭了 孩子们一个个跑着来 大外甥拿碗拿筷子 自己装了满满的一碗鸡翅膀 好在这次买得多 够吃 小外甥看他哥这样 他也这样 让大姑姐给他加了一碗鸡翅膀 吃完饭 把碗一放 孩子们又去玩了 大姑姐拿着手机哼着歌回房间躺着 临走时交代徐晋晨晨 弟妹 你看这几个孩子 不要让他们打起来 徐晨晨洗碗碗 到客厅坐一下 小外甥哭三个脸跑过来说 舅妈 哥哥抢了我的小火车 你帮我抢过来 大外甥说 哼 这小火车是表弟的 他给我玩 又不是你的 我干嘛要给你 小外甥说 呜呜呜 刚刚就是我从房间里拿出来的 我拿出来就是我的 徐晨晨给小外甥擦眼泪 哄了他好一阵 然后喂了他两片西瓜 这才不哭了 到了下午 徐晨晨让黄阳去买菜 晚上的饭菜照就他一个人做的 大姑姐吃着现成的饭菜还是一样挑剔 她说牛肉炒得太老了 不好吃 鸡肉没放鸡精味精豆瓣酱炒 不香 徐晨晨正在喂儿子吃饭 不理大姑姐 他爱吃不吃 七点多 更吃了没多久 大外甥说要吃火龙果 猕猴头 大姑姐去冰箱里看 只剩香蕉跟几个苹果 外甥不愿意吃 他说香蕉和苹果不好吃 大姑姐埋怨道 弟妹也真是的 去买菜的时候也不买点水果回来 明明知道孩子们爱吃 外甥说 妈妈 我不管 就要吃火龙果跟猕猴头 大姑姐说 好好好 妈妈让你舅舅去买 别急 黄羊没法子 只能出去买水果 回来的时候一大袋水果 有猕猴头 葡萄 火龙果 橘子 大姑姐以往是到了八点多 就打电话给姐夫 让她开车来接他们回去 这次 她跟黄羊说 弟弟 你开车送我们回去 你姐夫现在有事 来不了 黄羊送大姑姐他们回去 家里终于安静了 徐晨晨看着凌乱的客厅 心里一阵莫名的烦躁 一想起明天还是周末 星期天 大姑姐肯定还要带着孩子们来 徐晨晨越想越烦 黄羊回来的时候 她说出自己的烦恼 问怎么办 黄羊说 我也觉得烦 那怎么办 总不能说不让姐姐跟外甥来家里玩吧 第二天一大早 徐晨晨给儿子女儿穿好衣服 整理了一番 准备好就要出门 黄羊问他们去哪里 徐晨晨说 带孩子们去他们姑姑家玩 玩一天再回来 你睡吧 不让你送 我们坐公交车去 又知道的 徐晨晨带着两个孩子 到了大姑姐家正好是九点钟 她按门铃 等了一会儿 大姑姐来开门 问谁啊 徐晨晨说 姐 是我 我带怨怨和欣欣来找他们表哥玩 大姑姐打开门 愣着问 弟妹啊 你怎么突然来了 徐晨晨说 怨怨大清早说要来大姑姐玩 那个店 不好意思打电话给你们 所以我直接带他们来了 一进门 徐晨晨看到两个外甥 已经穿好衣服正在准备出门了 大外甥还说 舅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还想去你家呢 徐晨晨笑着说 怨怨跟欣欣想来找你们玩 我们来你家也是一样 没多久 姐夫出来 他跟徐晨晨打完招呼又到房间里面了 没看到大姑姐的公公婆婆 徐晨晨问 大姑姐说 他们跟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有什么活动 要去公园 一大早出门了 徐晨晨坐在客厅的沙发玩手机 跟大姑姐说 姐 等下你去买菜的时候 买鸭肉 做个柠檬鸭 我喜欢吃 再给孩子们蒸个鸡蛋羹 其他的菜随便你买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大姑姐说 我哪会做菜 还是你去买菜吧 你做的菜比较好吃 徐晨晨说 哪有客人自己去买菜做菜的道理 没事 你做的菜好不好吃 我都不嫌弃 要实在不想做饭 不然你请我们去餐厅吃一顿 说起来我很久没在外面吃饭了 大姑姐不再说话了 看样子有些生气 徐晨晨心里却很舒服 就是要这么怼她 这些话谁不会说啊 吃完中午饭 姐夫有事出去了 大姑姐看姐夫出去了 说弟妹就准备十二点了 你们快回去吧 回去还能给两个孩子睡一个午觉 徐晨晨说 姐我不急 吃了晚饭再回去 他们要困了 就在这里睡 你帮着看一下 我去外甥的房间 眯一下眼睛 这几天看孩子真的太累了 趁着有你帮忙带 我得好好休息一下 谢谢 说完 徐晨晨就去外甥房间里 躺着玩手机 把门掩起来了 几个孩子在外面玩 叽叽喳喳 她乐得轻松 中途小儿子困了 睡了一个多小时 又出去跟外甥他们玩了 大姑姐说太累了 让徐晨晨出去看着 徐晨晨没出去 说头昏的好好躺躺 晚饭是大姑姐做的 吃了饭又切了一个哈密瓜 到了晚上七点多 大姑姐的公公婆婆回来了 看到徐晨晨几个 就问什么时候来的 徐晨晨说 我们早上来的 孩子们想表哥了 就来姑姑家玩玩 两个表哥跟表弟表妹感情好 他们就爱玩在一起 刚刚我女儿还说姑姑家好玩 下次还来 所以我打算下个周末 还带他们来这边玩 大姑姐的婆婆说 呵呵 孩子们就爱玩在一起 有半 徐晨晨磨磨蹭蹭到了八点半 才打电话给黄阳 叫她从家里开车来接他们回去 这么做事有效果的 从这之后 到了周末 大姑姐不再带两个外甥 来徐晨晨家玩了 徐晨晨说要去他们家玩 大姑姐马上说有事 有时候连信息也不回 以前 徐晨晨顾虑比较多 如今这样都好 不必纠结了 反正本来跟大姑姐的关系 也一般般 以前不怎么来往 以后也这样 别为难彼此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